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家喻AUTO 带全家人出去你肯定需要一台西座的SUV 那么此前非常畅销的瑞杰L最近已经换新了 全新的2025款的瑞杰L也来到了重庆今天 我就带大家去看看它有哪些变化 首先在外观方面作为一个年度改缓车型 它的变化是不大的 基本上还是采用了这种分体式的大灯 然后中网采用了比较粗的这种镀隔的禁忌隔渣 整体车头看上去非常饱满 世界方面它做了一些升级 比如说实际版升级了豪华版的一个轮毂 而至尊版和Estelan版本把轮毂升级了 高亮黑和纯仪相结合的一个轮毂 另外从豪华线开始 它的车体停底架也由以前的黑色变为了银色 看上去也更加的有质感一些 那么我特别来到车的一个侧面 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尺寸是非常大的 它的车的长度是达到了5米 而它的轴距是2950毫米 其实对于同价位的竞品来说 它们是拿4米7多的车身和2米7多不到2米8的轴距 再往中型SUV上靠 而福特的瑞杰L是拿一个中大型的车身尺寸 向下降为打击把它作为一个中型SUV 再进行一个销售 所以说我个人非常的吹崇这款车 也就是因为它的空间比较大 带全家出行的时候呢 每一排座位都很舒服 接下来我们到车里面去看看 那进入车内呢 首先它的12.3英寸的液晶仪表 中间是27英寸的这个待遇屏 而且是4K的分辨率 那这个东西呢是得到了一个保留的 这关键是什么呢 它在类似方面的做了一些升级 首先是高级感体现出来了 从豪华版开始 它的这个皮质摸上去呢 它的轻浮感更强 而且摸起来更细腻 然后此外呢就是它的一个舒适性 无论是第一排座椅还是第二排座椅 它的这个座椅坐起来呢 都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支撑性特别好 而且很柔软 有一种大沙发包裹的感觉 原因就在于呢 福特把每一张座椅分成了13个接住面 而每一个面呢又有10个监测点 它可以根据人的体型来调整 它的最适用的一个支撑性 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空间比较大的 这个大屏层里面坐在沙发上 看着前面这个剧目是不是很爽呢 这台车升级的主要的点 就在第二排座椅上 那么我们到后排去聊聊 那进入第二排以后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除了它在触感 和这种坐感以外呢 第二排座椅的功能性呢 做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从豪华型的这个配置开始 只要是2加2加3的这种布局的 第二排就采用了两个独立的座椅 这个座椅是采用全电条的一个方式 而且是支持加热和通风的 最关键的是它有一键躺倒的功能 可以接近于零重力的这么一个坐感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键躺平 坐起来的话 这样的感觉呢 是除了它的整个坐垫没有上上台以外呢 其实跟这个零重力的座椅的 坐感是比较接近的 它是第二排的腿部空间 是接近于1米2的 大家可以看到前部是我个人合适的位置 第二排的空间还有两全 那么我们可以再一进到底 看看我们到第三排的一个空间表现 进入第三排以后呢 差不多还有这么四指的这么一个空间吧 头部呢也还有一拳的这么一个空间 所以说第三排作为一个 应急使用的话 其实蛮合适的 布局上面呢都是采用的七座 但是呢它采用了2加2加3和2加3加2的 两种的这种布局的方式 那么如果说你平时家里面的人不太多 可能需要一个较大的后比箱 那么我建议你买2加3加2的 这么一个布局 之所以推荐2加2加3的这个座椅布局呢 最关键是这个中央通道 它可以达到20厘米这么一个宽度 比很多主流的MPV它的宽度呢 都是要宽的 那么从第三排到第二排 可以非常从容的走过来 那么刚刚我们聊了车的外观的升级 以及它的类似的座椅的功能性的一个升级 然后它还有一个比较硬核的升级点 就是在于它的自尊型和STM版本 由以往的360全景影像升级为540度的全景影像 而之前的豪华型配置呢 直接升级到540的一个全景影像 那么540全景影像 它是由增强型360全景影像 加180度透明车身系统组成的 它可以在我们越野的时候 或者说在一些 过一些坑洼路面的时候 可以看清楚我们的车轮所在的具体位置 以及底盘下到底有哪些盲区 它仍然搭载的是2.0T的高功率发动机 加8AT的变速箱 那么最大的功率是185千瓦 最大扭矩是378牛米 关键的是这个车 它的入门的动力就极高配 如果说你觉得它油耗高 你还可以选择它的2.0T的一混动的一个车型 加速是可以做到7秒行 而它的油耗是做到6秒行 那么我们来做一下 总结2025款的锐介L 无论是在外观还是在类似上面 都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 最关键的是它的540的一个全景影像的一加入 让驾驶者在开这台车的时候 也可以做到非常的安全省行 那同时也让坐的人呢也非常的舒适 所以说这是一台既适合于 平时的城市通勤 也适合于全家出行的一台车 这台车目前为止它的售价是249,800 刚刚我跟销售聊了一下 它这2025款的车型大概率也会延续这样的定价 那么目前市场的中端呢是有3万块钱的优惠的 那这台车的落地价格也就是在23万多一点 当然如果你对配置没有要求 这台叫做入门版本最低价是可以做到195,800的 那么这么大的一台中型的盒子SUV 它的起座价达到了20万以内 再倒退5年是根本无法想象的